你好 非常开心 今天可以在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上 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我们做节识的一个商机 尤其是在马上就是中国年了 我想我们每一位在国内的伙伴们 包括在海外的同胞们 大家都是一起来欢庆 我们中国新年 在这里我想先预祝各位 有一个非常美满幸福 然后还有很多收获的一个新的一年 我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好 那我呢 接下来呢 我想把我那个OPP打开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大家等一下 ok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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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题目是叫 结诗的成功八步 那结诗的成功八步 首先第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加盟结诗以后 你首先要想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结诗 那很多人在加盟之初 说实话他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加盟结诗 因为有些人 真的是为了给朋友一个面子 或者也就是怎么样 就说我来试试看吧 反正就稀里糊涂 也就进来了 那其实呢 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平台 成功的话呢 首先你一定要自己 知道自己你的为什么 也就是说你的why 那要知道这个why的话呢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样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结诗的价值 那为什么我要做结诗呢 是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让我有动力 你有信念或者是能让我来这样做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结诗呢 结诗能给我带来什么呢 那在这个首先就是在你刚加盟的时候呢 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我们每个人应该来讲 就是从小到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对吧 那当你有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 就是想 我将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其实在很多方面啊 也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就是说 你自己的一个健康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金钱 还有一个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让自己过上一个理想的生活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一直在讲 就是叫什么 叫时间自由 然后一个叫什么 就是就是财富自由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啊 那你自己想 你小孩很下上学的话 你想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环境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的父母 年纪大了以后 你想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养老的一个生活 还包括自己本人 那你自己本人的话呢 除了你的生活无忧 然后还有你自己将来退休以后 你将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吧 这一些呢 等等等等 包括还有很多人 就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关爱这个社会 觉得想要做慈善 那这一系列的事情 你要做下来的话 是不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具有财富 我们讲爱是要有有价值 也就是说你的爱必须要有一定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 这个爱是没有办法去体现出来的 对吧 那很多人说如果我只是打工的话 那我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呢 其实打工啊 有个我们讲叫工字不出头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说实话真的你的梦想真的没办法实现 如果你一直打工下去 打工一辈子 那也就是说你就赚一个薪水而已 对吧 你的就是一般的生活也是OK的 但是你想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生活 那我想肯定是没有办法 对吧 那如何不打工来赚钱呢 来创建自己的事业呢 按照我们传统的想法的话 也就是自己做老板 自主创业 或者呢就是加盟一个连锁店 那自主创业的话 自己做老板的话 其实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资金 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经验 那对很多人来讲 这两点就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讲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做加盟一家店 比如像国内现在很有型的 像麦当劳啊 或者是像那个星巴克啊 那像这样的店的话 是不是你有没有很大的一笔钱 因为我就我知道 在应该讲十年前吧 在美国你如果要加盟一个麦当劳的话 你的资金必须是一百万美金 并且还要排队 那杰斯呢 在这里啊 我们再看一下杰斯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那杰斯的平台呢 也就是讲 他在成立第八年的时候 在世界排名已经是第十四位了 还有一个杰斯这样一个平台呢 他在他成立第六年的时候 他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十亿美金 那全世界在公司成立第六年 营业额超过十亿美金的有哪些呢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亚马逊 苹果脸书谷歌 那也就表明了我们杰斯公司呢 他其实和这些大公司齐名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杰斯这样一个平台 如何让我们所有人 不管你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可以在这个平台成功呢 可以去做这个生意呢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 你的投资不大 在我们大中华地区的话 一整年的投资也就是两万六七人民币左右 对不对 那你自己想好了 可是他带给你的是什么 他带给你的是一个可以做到全世界一百五十几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意吗 说实话 我做传统生意三十年 我自己也只做到了三个国家 真的 你想做到这么多国家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杰斯在他成立第七年的时候 他的市场已经做到了一百五十四个国家 而且他的金流和物流是畅通无阻的 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平台 你的投资一年才要两万六 是不是很值得 对不对 另外呢 还有我们这个平台 也解决了我们普通人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没有经验 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 他是怎么样 他是有人交有人帮有人带 那他所有的人都是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系统创富的一个工作 是通过一个团队的合作 来做到让每个人达到一个自负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讲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如果你选择了杰斯 那自然而来你的基础第一步也就说已经做好了 因为杰斯其实他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呢 他其实是符合我们国家现在所创导的一个叫分享经济 然后还有一个叫互联网家 再一个就是大健康 因为杰斯刚才我们律宝总裁 Tracy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讲我们杰斯他是什么 叫做细胞优化系统 所以呢他是以延缓衰老这样的一个理念来做我们这个市场的 所以呢在杰斯这里呢 完全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这样一个生意啊 那在杰蒙杰斯以后呢 我们在自己的梦想要发展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组脑 那这个组脑首先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关卡 什么样的关卡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冷水观 还有一个就是面子观 那冷水观来自于哪里呢 一般来讲就是亲人的反对 像刚才我们绿宝总裁阿琼所说的 他首先第一个他老公就反对他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信息啊 跟我们是不对称的 他作为自己的家人 他对你是 他是爱你 然后呢害怕你 被别人等于是受别人的欺骗 怕你上当受骗 所以呢他就会来 提出这些组脑的这个意见啊 还有一些还有什么呢 就是父母啊好朋友啊 甚至还有子女的反对 那大家可以记得一点 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树或者植物 任何东西是泼热水长大的 只有破冷水才能长大 所以呢如果有了给你破冷水 你根本就不用怕 只要你坚持来学习 慢慢慢慢当你有成绩了以后 你家人从反对就会变为支持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 很多人就会觉得 哎呀我去做这个生意是不是有点失面子啊 然后呢我是不是因为去跟别人去分享 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以前那个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 对吧 这个就像我当初我就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想法 我很很怕跟别人去分享 就怕什么呢 就怕人家觉得你是不是你们家里生意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才会来做这个生意 对吧 可是在后面当我好好的使用我们结石产品以后 我们的产品给到我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我的关节也好了 我的那个睡眠以及过敏好了 那我真正感觉到就是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当我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 我的朋友他也因为我的分享 他也获得产品给到他的帮助 他得到了健康以后 他来感谢我 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好的 就是给到我一个最大的一个面子 对不对 所以在面子观这边呢 大家也不需要怕 也就是说你本着去做善事这样的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 结石的东西不是害人的一个东西 它绝对可以给到你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你就是本着爱 爱别人 爱朋友 爱这个自己的家人 对吧 勇敢的去跟别人去分享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做好这个生意的话呢 你必须要做出承诺 那这个承诺什么呢 也就是说承诺我在多久 我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然后在这个时阶段里面 我应该怎么做 对吧 那设定目标呢 首先我们可以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我90天我要上蓝宝 对吧 那在结石里面啊 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上钻石 刚才Tracy在给我们做事业说明会的时候 已经把结石的奖金制度讲得很明白 也就是说当你上了钻石以后呢 你真正可以得到一个财富的一个自由 所以呢 我们要把钻石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 那在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设定目标呢 可以从那个小目标开始 因为所有的大目标都是由小目标累积而成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开始先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三个月要上蓝宝 那具体的呢 然后我就要细化 那比如说我第一个月 那我要争取怎么样 上翡翠 那上翡翠很简单 我只要找到八个朋友对吧 或者我让这四个人合格 那我就达到了 然后第二个月呢 我要怎么样 我可以继续努力 在这原来八个人基础上 我再继续去找四个人 那我就可能就成为了我们的珍珠 那第三个月呢 我就继续努力 再让每个人去合格以后 我就可以成为蓝宝 所以呢 目标就可以这样定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实际的目标 就是我刚才讲了 比如说我短期 对吧 我要上蓝宝 是花三个月 然后中期呢 我要上新冠蓝宝 我要花多少时间 然后这个最终那个目标呢 就是长期的目标呢 那我要上红宝 上绿宝 上钻石 那这样的话呢 把时间都规划出来 那你的 你就定着目标走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成功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目标你必须要量化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讲 比如说我一个月 我想赚一千美金 那一千美金怎么做呢 也其实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如果我跟两个朋友分享 这两个朋友 他愿意来加单 来加一个我们的什么 那个叫就是经营套装的话 那公司立刻就给到我 两个就是五百美金嘛 对吧 那我的一千美金的这个目标 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 对吧 那如果我找了五个朋友 那他们都愿意来尝试我们的产品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我的目标也可以达到 对吧 还有一个目标千万不要悄悄的执行 也就是说目标你一定要公开 为什么要公开 让大家来帮你 这并不一定是说监督你啊 其实是让大家来帮你 让你的上级来帮你 让你的伙伴们来帮你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相互帮忙 相互这个就是互相来协助啊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承诺呢 就非常容易的这个可以达到了啊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列名单 在杰斯这个生意里面啊 我们每个人要把这一件事情 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 因为事实上我自己下面很多伙伴 当他们加盟以后 当我告诉他你要列名单 他们非常不以为难 就觉得列名单 没什么好列 所有的名单都在我的脑子里 他就是想到谁就是谁 今天想到张三 明天想到李四 就觉得很简单 其实列名单很重要 为什么啊 我们讲列名单 其实在列名单的过程中 是在跟 是在帮你 把你的资源 人脉的资源 要做一个清晰的一个分类 那我们在列名单的时候 首先要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也就是说是一个正确思维的 然后工作呢 是有热情的 并且呢是积极向上 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有正能量 有就是非常有人脉 而且呢也有影响力 那这样的人啊 包括个人的魅力很强 并且呢是要怎么样 就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 对吧 也有一些人 他人脉也许并不是很多 可是他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愿望 一定要改变自己命运 也就是说他自己一定要翻身 那这种人的话 也是我们名单一定要列的 这一类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往上看 要找比自己强的人 千万不要往上看 要往上看 这个比自己强 可以说是在任何方面 任何方面只要比自己强的人都OK 对吧 还有一个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结丝的产品 并不是药品 也不是鲜单 我们有很多人啊 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或者在在列名单的时候 往往喜欢去找病人 那我们这个生意呢 说实话 真的不要刻意的去找病人 只要你如果是出于爱心 要和这些朋友去分享 没问题 但是不要刻意去找就好了 对吧 那名单怎么来立法啊 我们要最好是拿一本本子 然后写上姓名 年龄 然后性别 然后地址 电话 城市 最好呢 如果你知道他的兴趣爱好 那写上去 那就是更好啊 那名单呢 我们可以分成ABC三类 那A类呢 也就是说 是跟你关系特别好的 也就是说 对你很信任的人 那B类呢 就一般就是朋友 也是蛮蛮好的朋友 但是呢 并没有达到你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的这个程度啊 然后C类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陌生 陌生 比较陌生的那些朋友 但是至少是你跟他打电话 他也知道你是谁 对吧 那这样呢 就是把名单就是列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分析名单 那这个名单的分析话呢 你为什么要分析名单 因为我们很多人 你尤其是像B类和C类这些人啊 当你把这个名单拿出来 你一定要知道 从哪个角度去跟他沟通 那在这方面呢 你就可以找你的上级的经销商 或者是找你上级的总裁 让他们帮你把这个名单分析以后 然后来列出怎么样 十位首选的 最听你的 或者跟你关系最好的人 来去进行 接下来下一步的一个沟通啊 然后呢 再列十位 最容易就是愿意相信你 这样的一个人选 所以呢 我们这个声音啊 最好是从自己熟悉的人开始 因为熟悉的人 往往会比较简单 他会容易加盟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声音呢 因为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叫什么 叫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既然是好东西 我们一定是希望我们身边的亲人也好 朋友也好 能够跟我们一样来体验 这样一个好东西 对吧 好 接下来 那名单也分析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排计划啊 那怎么来排计划呢 也就是说 我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 有些人他平时都在工作 对吧 那很多人说我没时间 可是呢 我们结识这个生意啊 就是这么简单 可以让你非常灵活的来做这个生意 你可以全职来做 你也可以兼职来做 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做成备胎 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那个主业 都可以 那这个排计划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这个系统领导Evon 说给到我们的这个315这样的一个计划 每天要约三个人喝咖啡 对吧 跟他们去暖身也好 见面聊也好 反正你每天三个 一个星期五天 也就是说你一周要做到15个会面 那其实如果你这个五天 这个15个会面没有达到的话呢 那你就利用周末 星期六星期天 把这个目标可以做到 对吧 只要你能完成 如果你在五天里面能完成这个计划的话 那周六周日你就可以尽情的去玩 都没有问题 但主要的一个一点 就是大家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跟我们朋友去分享 去这个想见面的时候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什么 就是邀约 在邀约的支出的话呢 我们要做一些预热 那这个预热或者我们叫做暖身 那这暖身呢 一般来讲我们是什么 用电话暖身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见面来暖身都可以 那像我们在跟朋友暖身的时候 你要去了解这个人 他目前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 是一个生 就是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生存阶段呢 还是这个人已经达到了 讲究生活品质的阶段 所以在这两方面 大家都是要比较留意的啊 那在这个暖身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去聊需求 聊他想要什么 所以呢 在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是特别要留意的 就是我们庆会 我们今天是第一人 庆会所交给我们的 叫FORM4 按照这个去跟朋友去聊 那F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家庭 去聊他的家庭 他的家人有什么样的需求 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是身体情况啊 或者是工作方面啊 反正就是去聊家里人 包括小孩读书啊 这方面各个方面去聊 然后接下来那个 第二个呢 就是O 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工作 你可以去聊他的工作 看他最近对工作满不满意 其实在当前这个社会啊 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 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 也许并不满意 或者是他经常加班 但是并没有一个加班费 或者是他的行业是怎么样 是走一个下坡 所以这个公司也许没多久 就要关门了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提出你的邀约 可以让朋友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生意啊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R 对吧 R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娱乐 就是娱乐休闲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一块呢 你就可以去跟别人聊 他平时有没有出国旅游啊 有没有去哪里玩啊 就看他给到你的一个信息 如果他真的是没时间去玩 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上的自由 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跟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邀约 那最后一个M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金钱的需求 现在有很多人啊 那他也就说比如说 在国内的话房子也是越来越贵 对吧 那他也是为了想赚钱的话 就是背景异乡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通过想通过自己的打工努力 来赚钱来买房 来送小孩出国留学等等等等 可是现在真的赚钱并不是很容易 现在很多传统生意的老板非常头疼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个就是压力啊 包括这个时代的进步 也包括经济的发展等等等等 使得现在很多传统生意真的很难做 赚钱也是很难 那像这样的话 当你有聊到这样的需求的话呢 你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邀约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生意的一个黄金法则 这个黄金法则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觉得这个人会做的 其实他真的不做 但是你觉得这个不会做的人呢 说不定他就是做得很好 这个法则啊 说实话真的是 我之前并不相信 可是后来我也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所看好的人 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会做 这个生意他非常的需要的人 结果他真的不做 可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可能做的人 没想到他却做得非常好 对吧 所以在这里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怎么讲 就是一定不要用自己的想象来觉得这个人 我要去跟他讲 那个人我不要去跟他讲 那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列名单 列出来的名单 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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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尝试 如果他不要 没关系 我们就下一个对不对 那然后邀约呢 我们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呢 你可以通过微信啊 或者是通过那个电话就来直接就可以来邀约了啊 那像这样的邀约大家记得电话邀约三分钟就OK了 千万不要在电话里面大谈特谈 把整个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讲出来 那这样的话朋友说不定他原来答应你的后来就会毁约 是吧 所以呢我们在邀约方面啊 我们有一些原则就是邀约的时候叫三不讲 不讲公司不讲产品不讲奖金制度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时间不对不讲地点不对不讲情绪不对不讲 为什么啊 我们讲要这些三不讲啊 因为嗯 现在很多人当你去跟他讲 如果你告诉他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他首先第一个怎么样上百度去搜索 然后一搜索收到一大片这个负面的东西 你说他还会来吗 对吧 好还有一个当你跟他讲我们的产品 可是你又没有说的很清楚的话 他就觉得就是保健品和服务品嘛 哎这些东西我知道的太多了 哎呀就是这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他很容易就拒绝你 可是我们的产品跟市面上所有的产品 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就是同一个层级的一个东西 那如何让别人来了解 你一定要有一个懂的人来跟他详细的讲解 让对方能够全面的了解我们产品的原理 这样的话才能正式的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时间不对不讲 比如说这个人他马上就要去怎么样 要去出去办事 那你看到他要去跟他讲 他马上就要走了 你去跟他说你说他还有心思来听吗 那他肯定是不会来来听你的 对吧 还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地点不对不讲 比如说我们很多就在现在我们有很多聚会 对不对 同学聚会啊同事聚会啊 有很多人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当你去跟别人去分享 好 如果一桌子的人十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反对 好了 那这桌子上面本来想了解的人 立刻也就不了解了 所以像这样的地点不要讲 包括还有一些在吃饭的时候非常的吵杂 很吵 比如说像广东饮茶 对吧 你说实话我每次广东饮茶讲话跟别人讲话都是又吼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大都大声 所以你根本就听不见人家就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邀约的地点一定要邀约的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不对 比如说这个人今天刚刚跟老公吵架 或者跟老婆吵架 或者遇到什么事情 或者小孩不听话 情绪非常的不好 那你呢就没有必要再去邀约 他肯定不会出来的 对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约好了 那个某天 对吧 某一天什么时候要见面 那你在这之前的24小时 最好再去跟他做一个跟踪 去确认一下 他是不是到时候会出来 对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给到别人邀约的时间和地点的时候 最好是二选一 让别人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里或那里 这样就比较好了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邀约成功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分享商机 那在分享商机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ABC法则 那什么是叫ABC法则呢 A我们讲叫什么 就是我们 我们讲的就是专家 B呢 B呢 他就是我们那个中间的介绍人 或者我们讲叫桥梁 叫Bridge 对吧 因为他是联系 那个A和这个C之间的一个介绍人 那C呢 就是我们要跟他分享的那个对象 叫Customer 就是客人 对吧 客户 好 那我们在ABC法则 在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ABC法则做的好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场分享商机 成功的一个关键 那在我们很多人就觉得 我今天找了一个很棒的一个A 那我就觉得我成功的希望很大 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真正关键的是什么 是这个B 如果这个B做的好 那这个生意的成功就相对来讲会比较简单 A呢 最多只有20%的这个优势 而B呢 其实80%都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作为B来讲 一定要遵守基点 第一个就是B不要迟到 我们经常遇到什么情况 就是一个A也到了 C也到了 这在一个咖啡馆 A坐在东头 C坐在C头 对吧 好 然后那个B呢 鸡冲冲进来了 哎 看A也在 C也在 哎 你好你好 然后把两个人再拢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不是太好 对吧 还有一个 当A在跟C分享的时候呢 B在中间 一直在插嘴 这样的话呢 很容易打断A的思路 那这样的话 对这个A去分享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B或者我们已经也会叫什么叫闭嘴 就你千万不要在A讲话的时候不要去讲 可是B在最后的时候 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提单的一个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具体的ABC法则呢 还有很多细节 那我们可以在以后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进一步来学习啊 另外一个就是A呢 并不一定是一个 就是一个人 只一个人啊 他也可以是一个视频 也可以是一个录影 或者呢 就是任何一个 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一个A 还有一个 我们分享商机 可以在哪里呢 可以在会场 比如说在我们洛杉矶啊 我们每个礼拜一和礼拜三都有会场 我们可以在带朋友去会场 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还有呢 就是网上的 像我们US 12系统 我们在ZOO 每个礼拜三 在国内啊 在大中华地区 每个礼拜三的上午10点 和礼拜六下午2点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ZOO的事业说明会 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伙伴 我们的朋友 来网上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商机 还有一个就是面对面 或者我们讲叫一对一啊 尤其是这个 我刚才讲的ABC法则 尤其对在面对面一对一 这样的一个分享商机的活动中是尤其重要 包括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些沟通 其实ABC法则也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但是面对面一对一的话 是更加能够体现这个法则的这个优势的啊 另外呢 还有一些活动啊 像我们团队经常有伙伴们 他们会举行一些什么 就是一个小组的交流 对吧 大家去喝咖啡啊 或者是去一个家庭聚会啊 或者是那个去参加一些 搞一些什么庆祝活动啊 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活动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带朋友去了解商机啊 特别是什么 就是杰斯大学 还有公司年会 像这样的大型的这个场合啊 可以让我们每个朋友 自己去了解 杰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公司的老板 老板娘是谁 公司的高层机构管理人员是是哪些人 包括我们公司的这个医疗代表 是是哪些人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一万多名的经销商 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商机的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 只要你把朋友带进去 一般来讲 只要这个人是有很敏锐的这个商业眼光 或者是有很敏锐的一个错觉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一定会在这样的活动中来看懂这个商机啊 那接下来当朋友了解这个商机了解这个机会以后 那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一个签单成交 就是我们讲叫缔结的这样一个这个一个动作 那在这里呢 我们的B角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个环节 他做到B角是一个什么样的 他做到了一个叫层上启下的一个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C跟你是朋友 他对你比较信任 你呢就应该去跟C去怎么样 就是鼓励他 然后呢去支持他来尝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或者来尝试我们这样的一个商机 那在这个时候呢 踢单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人往往在前面的工作全部做完了 可是到最后临门那一角 他就不肯踢了 他就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 知道吧 不好意思让朋友来花钱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因为你前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你最终想要干嘛 想要的就是让朋友一起来参与啊 既然让朋友来参与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提单呢 对吧 很多人不提单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对我就是自己不自信 也就是说我们讲 就是对产品 他根本就没有有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首先自己要做到怎么样 一定要好好的用产品 然后呢 一定要相信 对产品的相信 对公司的相信 对这个制度的相信 所有的就是你的相信 才能让你非常有底气的 让朋友来加单 然后在加单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首先要跟对方要推什么呢 就是经营套装 如果他想做生意的话 为什么 因为像这样的套装的话呢 是给到每一位一个最大的利益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套装啊 他首先给到你的产品是多于10% 然后呢 还给到你一整年的重复消费 再给到你半年的三级管理奖金 对吧 目击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尽快的能够赚到钱 那对推荐本人的话呢 公司会给到你500美金的一个推广收入 等于是你本人在给公司做一个宣传 做一个广告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好像我跟朋友去推3000的单 就好像我是让朋友多花钱 那我就让他买一个小单 哪怕是三合配权 或者是三个什么NPM就OK了 对吧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小单的话 说实话 你其实是对朋友不负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细胞优化系统 细胞修复三到六个月 你一定要让朋友有理到外 由外道理真正的让自己的细胞 得到一个修复以后 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产品的一个优势 如果他只是用了一盒两盒 然后用下来以后 细胞也没有得到修复 然后他并没有觉得这产品好在哪里 他是不是会觉得你是一个骗子 在骗你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产品的一个原理 一定要自己好好使用 然后再有底气的去跟朋友去分享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跟进和跟踪 就是说当这个朋友加盟了以后 我们一定要做24小时 或者48小时的一个跟进 那像这样的跟进啊 你可以在电话如果是一个远程的 他跟你不是在当地一个同一个城市 那你就可以在电话跟进 或者呢 如果是同城的话呢 最好是做一个面对面的 这个当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跟进啊 那在这个跟进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盟 一定要问他 然后了解他 让他自己知道他加盟以后 他应该要就是做到做什么 对吧 然后呢 你要跟他讲什么呢 你要跟他讲 我们结诗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公司的老板老板娘 然后呢 还要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奖金制度 然后医疗顾问 对吧 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要告诉他 当你收到产品以后 一定要通知我 然后当他告诉你 他产品收到了以后呢 你一定要告诉他 这个产品是怎么样使用的 同时还要提醒他 我们用我们产品 会有一个排毒的反应 或者我们讲叫什么 就是好转反应 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这样的话呢 可以免除到时候 他对产品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误会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就是让我们新会员 他不要到时候就觉得 好像很后悔啊 或者感觉自己有做错了 这样的一个误解啊 那还有一个呢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通过活动来跟进 那这个人加盟以后呢 正好有我们有茶话会啊 或者有一个会议活动啊 可以邀请他来一起来参加 还有就是我们系统的活动 比如说杰斯大学 或者就是我们的爱慕总裁班 可以邀朋友一起 新朋友进入这样的一个系统 来学习 其实说实话 我们的这个杰斯大学也好 爱慕总裁班也好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活动 有些伙伴在外面跟别人去分享 然后受了打击以后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思想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可是当他一进到杰斯大学或者爱慕总裁班经过充电以后 他立刻精神面貌就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马上就恢复以往的这个积极性啊 所以在这个跟进和跟踪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一块 然后可以就使自己这个新伙伴 进来了以后一直保持一个旺盛的一个积极性 那接下来呢 也就是说要快速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快速行动的时候呢 你就会取得非常快的一个收益 当这个一旦有收益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这个积极性也会进一步的会增加啊 那这个快速行动呢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打开市场 什么叫打开市场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加盟以后 公司立刻给到我们左右两个营营区 那当我在左边加了一个人 右边也加了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市场打开了 因为只有你打开市场以后呢 公司才有可能给到你一个 我们讲叫碰举奖金 对吧 也就是说你的收入才可以真正的形成 像这个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因为这个生意可以给到我们一个持续性的收入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快速行动 把市场打开以后 我们才会形成我们讲这个生意叫什么 叫建网建平台才能真正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我们要打开市场 然后呢这个打开市场 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也就是要帮助新人谈单 因为所有的新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如何来做结诗啊 他并不知道 因为我们讲隔行鲁隔山 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包括我们结诗也有结诗的特点 因为我们结诗是不卖产品的 我们是通过我们自用产品和分享 然后来获得一个怎么样 就是一个积分反例 因此我们这个生意呢 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通过你自己的一个就是分享信息 然后呢引导消费 网上直购 积分反例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真正的可以让我们每个人 通过自己的整合所有陌生人的资源 整合全世界陌生人的资源 达到一个建网建平台 这样一个功效 一个网络 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 建立一个完全就像你在家里 把水龙头打开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致富的一个系统 那在这里呢 除了要帮助新人谈单之外 我们还要做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培训 那在这个专业知识的培训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让新人要了解 我们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背景 什么时候成立的 然后公司的那个老板是谁 老板的名字 尤其是就是个老板和老板娘的英文名字 包括我们那个 还有就是市场策划总裁的名字是什么 包括我们的医疗顾问的名字是什么 那这些简单的英文一定要每个人要学会 并且还有一个我们就是网站上面 尽管我们现在网站很多是就是各国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大中华地区有中文 对吧 那有一些简单的英文 我们每个人还是要知道的 对吧 包括我们产品 产品并不是单纯的 就是说白粒如醇可以治什么病 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产品的原理 一定要知道我们产品的高度 当你跟别人去谈的时候 并不是讲白粒如醇有多少好 然后精华也有多少好 而是要讲这个产品的原理和它的高度 还有一个就是后台的一个操作 后台的操作包括怎么样呢 包括加单 包括你的那个电子钱包 怎么来使用等等等等 那这一方面呢 就是也是要通过我们这些培训 还有我们的奖金制度 一定要跟我们的新人讲明白 我们的奖金制度 每个人自己对奖金制度一定要了解 特别是我们奖金制度 跟其他公司的奖金制度的区别在哪里 然后特点是什么 这些一定自己要了解的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谈单 教会新人如何帮助他以后的新人如何谈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何正确的处理别人的拒绝 也就是说克服别人的意义 那在这一方面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要去教会那个新人 应该通过这些学习专业知识的培训以后 然后很让自己尽快的掌握知识成为一个A角 那对自己的快速行动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生意很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什么呢 就是简单复制 如果我们这个生意是没有复制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生意是不能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这个生意是没有可能成功的 当我们的生意是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复制下去以后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生意才能真正的 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持续性的收入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分几点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个初级的培训 就新人进来以后 你一开始就可以跟他介绍公司和产品 那在这里呢 我向大家可以推荐就是 我们听会的他的一个视频啊 如何坚持到成功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就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来做这个生意啊 还有和成功有约 他告诉我们每个人 你要寻找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望我们一望领导的这个第一个90天 他告诉我们每个人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90天 你应该所做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接下来我们那个终结培训呢 就是我们的讲经制度的讲解 还有后台操作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OPP的讲师 我们每个人在平时听OPP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好像每次听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恰恰就是这样一样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去学会 以后你是否能按照这样的这个PPT 你可以来自己讲讲解 那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各个市场将来发展起来的时候 需要很多讲师来讲解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团队有很多这样的讲师的话 也就是说你的市场发展会非常的快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高级的一个培训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学会 我们做这个生意的心态 这个心态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就是归零的一个心态 还有一个老板的心态 还有一个是感恩的心态 还有是什么呢